第六章第六节 组抗和导纳 我们先看组抗的概念 在下量域当中 前面我们已经推导出来 对电阻而言 UR一点等于R乘以IR一点 对于电感而言 UL一点等于 J5mL乘以IR一点 对于电容而言 UC一点等于 J5mC分之一乘以IC一点 如果我们将这三者串联起来 那么总的电压就应该等于 R加上J5mL加上J5mC分之一 I一点 框号内既有电阻 也有杆抗和溶抗 所以我们称之为阻抗 即为Z 显然Z等于R加上J5mL加上J5mC分之一 我们进一步整理可以得到 Z等于R加上J乘以括号里面 OmL减去OmC分之一 Z的通用表达式为 Z等于R加上JX 这里R称为电阻 X称为电抗 如果这里的电抗 X带0 那么就意味着 OmL大于OmC分之一 此时 阻抗Z成感性 如果X小于0 也就意味着 OmL小于OmC分之一 此时 阻抗Z成荣性 我们再来看导纳的概念 根据我们前面所学 阻抗的概念 就类似于直流电路当中的电阻 那么 在正向文态电路当中 与直流电路 电导相似的概念是 导纳Y 导纳的定义是 阻抗的倒数 也就是 Y等于Z分之一 很显然 对电阻而言 Y等于R分之一 对于电感而言 Y等于 JωL分之一 对于电容而言 Y等于 JωC 我们最后来看 阻抗和导纳的串联和并联 阻抗和导纳的串并联 与 电阻和电导的串并联 类似 两个阻抗串联 可以等效为一个阻抗 ZQ等于 Z1加Z2 两个阻抗并联 也可以等效为一个阻抗 ZQ等于 Z1加Z2分之 Z1乘Z2 两个导纳并联 可以等效为一个导纳 YQ等于 Y1加Y2 下面我们看一个例题 求这个电路当中的 等效阻抗 可以看到并联部分的等效阻抗 根据刚才的公式 它等于 负的J5加Z10分之 负的J5乘于J10 最后等于负的J10Ω 而串联部分的等效阻抗 ZQ2等于 10减去J5Ω 总的等效阻抗 等于两部分相加 也就是 ZQ等于ZQ1加上ZQ2 等于10减去J15Ω 连接应余了 请不吝点赞 去J6米的实质